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弟兄姊妹来到主日的崇拜 在网上我们也特别欢迎你们 希望有一天你们都可以跟我们一样 回来教会 回来圣殿里一起敬拜神 好 接着我们用祷告来开始我们的敬拜 让我们一起去用祷告交给神 七位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祢 主啊祢是那位创造主 祢是那位 将生命给我们的神 让我们能够是经历祢那种的作为 特别祢在 那种的慈爱 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借着祢 所摆上在十字架的 所付出的一切 让我们能够跟神 父神有更新的关系 主要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 也都让我们能够真是倒空我们自己 在这一刻 我们如果有什么的潜扰我们 在什么的 是我们捆住我们 没有办法来到 是有解决的 也都在我们的生命上面 有很多的困难面对的 我们一一的求祢 打开我们的心门 将我们这些的枷锁绑开 让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得着释放 让我们用一个 敬拜祢的心 去到祢的圣殿里面 一次来敬拜祢 因为祢是佩得荣耀 佩得赞美那位的神 主是让我们能够 牵起我们的心 让祢自己做帅领 整个敬拜时段的那位的主 让我们经历祢的作为 让我们能够招聚在祢的里面 让我们的心来朝见祢 经历祢 让我们靠近祢 让我们得着祢 让我们成为得性的子民 愿意主祢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也都让祢自己引领这个聚会 从开始到末了 我们的目者 我们的传道人的分享的讯息 一一的交托里面 主要求祢给我们打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得着祢 我们将祢祷告 祈求 交托 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接着我们是用读经 来到宣教 来到敬拜我们的神 今天的宣教经文 请大家起立 牧师很快 立刻起先 今天是有两节的经文 就是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 六至七节 我想大家请 不是请 而是我读先读 然后大家一起重读 这两字的经文 好吗? 好 那我们两次开始 然后我们一起读 三十四章六节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感谢神 愿我们一起用诗歌 来敬拜我们的主 请坐 谢谢Thomas 弟兄 大家好 今天我们唱的诗歌里面 第一首歌就是《神是爱》 不知大家过去这星期或这个月 怎样呢? 对于我个人来说 很多动荡 在我生命里面 但是呢 我也相信 大家都看新闻 或者有很多消息 可能是 收到很多消息 教会有很多事 或者世界有很多事 我们控制不了的 但是为了呢 上帝的爱呢 是永远都是这么真实 我们呢 从他就有平安 我们感觉到 就算我们 所有事 我们都掌控不了 我们控制不了 觉得我们 已经失从了 为了呢 靠着上帝 我们的心里面 有平安 由我们呢 一起唱 诗歌 《神是爱》 歌词里面也说到 他的爱呢 是比天高 比海深 他说我们呢 犧牲了他的儿子 灑出他的补血 救赎了我们 用来唱诗歌 《神是爱》 如果大家可以起立的话呢 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诗歌 《神是爱》 《他爱我》 《我被天高》 《神是爱》 《他救我》 《为我登十架》 《在各个山上》 《花血上》 《让我知道》 《神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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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爱我》 《我被开心》 《神是爱》 《他爱我》 《我被开心》 《我为我牺牲》 《日生》 《更可可的却报》 《不走差》 《让我知道》 《神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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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爱你》 《被天高深》 《神是爱》 《他赐你》 《极美山山》 《为怕你穿山山》 《教托他》 《让我知道》 《神是爱》 《神是爱》 《我们等一下节目》 《我们再唱诗歌》 《一次》 《神是爱》 《他爱我》 《我被天高》 《神是爱》 《他救我》 《为我登十架》 《在各个他山上》 《百血山》 《百血山》 《让我知道》 《神是爱》 《神是爱》 《他爱我》 《我被开心》 《神是爱》 《他爱我》 《为我牺牲》 《日生》 《更可可的却报》 《不走刺》 《不走刺》 《让我知道》 《神是爱》 《神是爱》 《他爱你被天海告信》 《神是爱》 《他知你极美山山》 懷疑你在身上救托他 讓我知道 神是我 各位請坐 但願就像詩哥這樣說 我們的神就是那個愛 它是維持新生的神 我們將我們的心完全交託給我們 第二首詩歌叫《有你愛我》 可能是一首不可能的 應該是一首陌生的詩歌 但這首歌為何我會選的詩歌 也跟過去的經歷有關 剛才也有分享很多不安 很多情緒在過去的星期 但這首詩歌出現在我的腦裏 我覺得是天賦給我的安慰 因為詩歌的歌詞 是一個很赤裸的吐告 是一個很謙卑的吐告 是一個很誠實對上帝的吐告 所以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這首詩歌 因為那裡有說 上帝的愛 沒有因為歲月的改變 沒有因為我的罪對我生厭 無論我們多少次多少次令他失望 就算我們信了主 可能我們生命中還有一些東西 還沒做得很好 是上帝的心意的時候 然後詩歌那裡形容 上帝還是一次又一次 都是這樣 寫面我們的嘴 笑臉地看著我們 沒有放棄我們 所以這首詩歌 令我很大的安慰 讓我們一起唱這首詩歌 謝謝 你是愛 你對我的愛從沒改 沒有因歲月改變 沒有因我最生厭 我孵涵你名字 你笑臉向著我 你一次又一次 你是爱 你对我的爱重没改 就算今我有失信 但你的信实不变 我孵下你名字 你笑脸向着我 你一次又一次 有你爱我 让我知道我是存在 有你爱我 让我知道我重要 有你爱我 让我知道我是人 非珍惜的一个 让我知道你是爱 我们呢 让我们现在有 小小的 安静的时间 我们躲起来 我们跟上帝有个祈祷 我们现在去回想一下 究竟我们生命里面 其实 我们有多少的 我们有多少的自我 我们有多少的老我 我们有多少的骄傲 我们其实生命里面 就算我们信了祝那么久 我们都没有抛下呢 我们平时生命里面 用了多少我们的骄傲 我们去包住生命里面 那个受伤破碎失望的自己呢 因为我们这一刻 我们真的跟祝说 我们真的坦然无据 去到祝面前 我们跟天父说 天父我们真的 我们经常用很多生命里面 发生了的事 去定义我们的价值 可能我们自己对自己 都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有好在重 别人给我们的评价 的一些有意见 或者过去我们做的 很多风功伪迹 我们觉得自己很骄傲 我们觉得这些是定义我们的 但是天父你跟我们说 这些不是你看我们的 我们的价值 从来都不是被这些定义 我们每一个生命 在你的手中 都是这么宝贵 你都是汉为贵重 而不是由我们做过多少 或者我们犯过多少罪 去定义我们的价值 所以呢 就算我们有些地方 我们多么不喜欢自己 或者对于自己的失望 或者心里面 有些多自卑受伤的地方 但天父你跟我们说 我们是一个你爱的人 我们存在的价值 全部都是在你的手里面定义 让我们定睁 把我们的生命价值都放在你 你的目光 你的事上面 让我们再唱多诗歌一次 有你爱我 你是爱 你对我的爱 从没改 没有因岁月改变 没有因我最深厌 我呼喊你名字 你笑脸向着我 你一次又一次 你 你是爱 你是爱 你对我的爱 从没改 你对我的爱 就算今我又失想 但你的信实不变 我呼喊你名字 你笑脸向着我 你一次又一次 你笑脸向着我 有你爱我 让我知道我是存在 有你爱我 让我知道我重要 有你爱我 让我知道我是人 有你爱我 未珍惜的一个 让我知道你是爱 有你爱我 让我知道我是存在 有你爱我 让我知道我重要 有你爱我 让我知道我是人 未珍惜的一个 让我知道你是爱 希望大家 我们也有这个时间 我们去想想自己 我们有什么 我们是否全心 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 放在上帝的手里面 让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唱最后的诗歌 靠着耶稣得胜 圣经里面 希伯来书第四章 的十四节 至十六节 是这样说 我们既然有一位 已经升入高天 知名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辞定所承认的道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看出我们的软弱 他亦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们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据地 来到诗恩寶座前 为要得连述蒙恩惠 再随时的帮助 我们真的可以靠着主耶稣 我们可以 好像诗歌那样说 我们靠着耶稣 我们生命里面有多软弱 我们都可以改变 我们要在他的爱里面 我们宣告他就是爱 他就是王 他就是那位掌权的上帝 让我们唱诗歌 靠着耶稣得成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愿若易得改变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你是王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我不必谁终打转 是你带领着我得性 靠着耶稣得性 靠着耶稣得性 从此心要靠着树外去得性 靠着耶稣得性 靠着耶稣得性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我不必谁终打转 是你带领着我得性 我们再唱一次 靠着耶稣得性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愿若易得改变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愿若易得改变 你是王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 我不必谁终打转 是你带领着我得性 靠着耶稣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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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着耶稣德行 终此信要靠着处外去德行 靠着耶稣德行 靠着耶稣德行 勃别经怕挫败 堂着主人更光阔 是你带领着我德行 要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 我们就算生命多么软弱 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能够靠着耶稣德行 好 将时间交给司会 我们再讲一次 靠着耶稣德行 这个就是我们的确据 神已经得胜 神已经在这个世上掌权掌王 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面 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 挫败困难 什么都好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得胜 好 接着是我们信息的时间 我们今天有周定国传道 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信息 今天他分享的题目 叫做圣经的权威 出自的经文 就在这个诗篇第十九篇 一至十四节 我将时间交给周全道 参加了一切 大人一起同心祈祷 天空上帝 我们将我们的感恩 将我们的赞美 都归给你 主我们人 但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就要献上 我们自己作为活祭 但我们是以什么为祭呢 以我们的生命为祭 我们的生命是怎样呢 是你先去爱我们 清救我们 叫我们能够认识你的爱 你的救恩 以至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你的殿里面 将一切的重赞 成为一份礼物 献成给你 主一愿意你遇纳我们的歌声 愿意你遇纳我们对你的赞美 主一你就是爱 你爱我们 我们无论是怎样 你仍然很坚定的慈爱去爱着我们 主我们有意知道 在这份爱里面 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 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 我们就能够得胜 我们倚靠着你 万事都能够 有力量地去跨过 多谢主 多谢主你这份心人的口爱 主要打开圣经的时候 主要求你的圣灵 使我们去明白圣经的话 特别我们今天去看到 圣经就是权威 圣经就是我们信徒生命 最重要的一部分的时候 主要我们有明白 要我们学习 我们感谢主 在面前祷告 奉耶稣名字祈求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 每一次我们一起能够施风 一起敬拜 一起去思想圣经 都是很感恩 今天跟大家去看一个题目 圣经的权威 什么是权威 什么是权威 权威是比我们更加力量的事 可以比我们定调 比我们不单单是方向 更加是实在的事 我们经常说 圣经是我们的权威 圣经是向人彰显神的心意 但是我们是不是这样去看 我们自己怎么看圣经的 弟兄姊妹 我们可能口里面承认 但是我们活出来 走出来 我们是不是这样去看待圣经 所以今天特别去思想的题目 圣经的权威 在昨晚预备讲章的时候 我发觉越写越长 结果我就决定将这个讯息 分开一半去讲 今天我们先去看一些很重要的经文 有一些有不同部分很重要的经文 去认识圣经是什么 圣经为什么有权威 然后我们下一次去思想 这些权威 圣经的教导 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 首先打开诗篇十九篇之前 我想特应之后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请你们打开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 在新语里面的 保罗书信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 在我读经读经之前 我必须要提出一件事 就是如果我们对历史有认识 或者我们现在可能在媒体上 你会听到很多历世历代对圣经的挑战 在现代里面 有些人说圣经不再是权威 甚至乎不再是基徒的权威 有些人会说圣经其实是做人造出来 是假的 有些人说圣经只不过是文学的作品 不需要去认真的看待 只需要当文学作品去研究就行了 有些人说圣经不是历史性的 它不是真实历史来的 它不是按着历史去记载的 有些人说圣经不是 甚至乎有些人去分享 圣经不是最终极的启示 有些人说圣经可以 其实人可以在圣经以外 去找到一个更高的启示 等于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些说法的时候 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 或者怎么想 但这些说法我们的确很容易接触到 也有机会听到 但我们又要问了 这些说法这些问题 对圣经的质疑是否现代才有 其实不是的 原来法国在教会历史跟我们说 在教会一开始建立的时候 这些挑战已经有了 因为当圣经里面有提到 特别在《举例来说》 约翰一书里面提到 有些假先知的 有假的教师 有敌基督的出现 那些假的先知教师 敌的基督 在第一世纪教会初期建立 已经出现了 甚至乎约翰在约翰一书 跟我们说 这些异端 这些假教师 假先知 是在教会里面出来的 他们曾经是教会的一员 但是因为他们对主耶稣 道成肉伤复活的真理 对圣经的偏差的形式 或者对使徒的教导有偏差的时候 他们离开了 去宣扬自己的福音 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挑战 初期教会都面对 有很多不合圣经的教导 但是有些人就自称 不是的 其实我在这些启示 额外上面有启示 但是你看回 你听真一点 可能他说有额外启示 其实他分享的内容 和圣经是不一致的 但是一样东西就是说 初代教会 他们有共通点 有个共同的认讯 就是说他们面对这些假教师 假先知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共同 最终的权威 去作一个定调 后来教会有共识的时候 历史继续发展下去 教会开始面对另一个问题 就是有不同的异端 开始说有自己的圣经 就是圣经里面 我们旧月有多少卷书 三十九卷 新约有多少卷 二十七卷 是吧 乘数很厉害 我们就明白了 很热忌的 三九二十七 六十六卷 有些人有些义端就怎么样 他提出说 不是的 其实我觉得那卷书 才是在圣经里面的 或者那卷书 才不应该在圣经里面的 我剔除了它 有很多不同的目录出现了 然后教会就说不行 既然这么多说法 他们当时一些教会领袖 就要坐在一起去商讨 究竟哪卷是圣经 哪一卷不是圣经 然后经过很多很多的会议 由公元三百六十三年的老弟家会议 所以老弟家是启示六七教会之一 然后去到三九三年 加泰记北非的会议 他们经过很多三十年的讨论 有教父阿塔拉修去写的圣经母录 他们很一起去认同 一起在圣灵里面感动 知道相信决定 圣经正典 旧约三十九卷 新约二十七卷 不可加不可减 是这么多 就是这么多 他们的相信就是 神的启示 在圣经里面 充充足足 圆圆全全 定调 我要强调这个是 教会里面 历史上 神保守的作为 圣灵的引渡下 所有的教会 就在当时下的决定 不会再有新的经卷 不再有新的启示 因为现代里面有一个 异端就是觉得有新的启示 写的经卷 叫做摩门经 摩门教的人相信 摩门经 和圣经有同等的权威 所以他们将多卷多卷的经卷 和圣经等同甚至高过去的时候 违反了教会历史在所有教会顶就定下来 会议的决定 会议的决定 弟兄姊妹 六十六卷圣经 我们手上有的是神所默示的 如果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一节 里面这么说 圣经是信徒生活至高唯一独一的标准 是神向人启示 完整 足够 完美 无错误的启示 我一起读这两节好吗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 读摘 使人归正 默度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要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原文里面是神的呼出 神的呼出来 神呼出来是给人生命的意思 是神亲自向人彰映 所以我们既然知道圣经是神向人启示自己的心意 读圣经是否重要 重要 学习圣经是否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很清楚说 学习圣经是什么 有益的 使得人家在错误的里面 学习什么是正确 然后十七节跟我们说 学习圣经是叫属神的人 真正在主里面重生得救的人 恩着圣经的缘故 学习去迈向成城 得以完全的意思 向着完全的进发 预备是什么 你不是学习就行了 学完之后还要什么 实践出来 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生命真的认识神的话 我们怎样看待我们手上的那本圣经 神的启示 神的启示 我们敢不敢轻汗 不敢 我们反而是心里面 我们更加努力去学习 所以牧师上个礼拜 或者之前的策经跟我们说 人要怎样听到神的声音 其实神已经充充足地 透过圣经 跟你说 祂想我们怎样 但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想 我们基督徒有时候 听不同人的见证分享的时候 我们会想 或者我们自己祈祷 好像听到神的声音 圣经提醒我们 可能圣经的提醒 你可能听到是一句说话 可能是一句经文 或者一个意念 甚至乎我们可能听到新的事情 小心弟兄姐妹 我们要问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听的时候 圣经有教我们的 要去examine 要去试验 我们听到的 是不是从神以来 因为约翰一书第四章 跟我们说的 总要事业是什么 那个灵 看看那个灵 是不是从神以来 因为已经是很多假先知 假假道在世上 有几个准则 如果弟兄姐妹 你说你听到神的声音 或者听到神的提醒 跟你说的时候 我们准则要留意 看看那些准则 帮助我们明白 我们听到的是不是神以来 第一 我们听的内容 合不合乎圣经本身 如果我们听的内容 是违反圣经 高过圣经的话 一定不是 从圣灵以来 因为神是不会 自相矛盾 神不会 跟人说一些 违反圣经的说话 大家都明白 第二 听的内容 合不合乎 整本圣经的教导 神从旧约至新约 啟示是一致的 是不会有违反 不会有contradiction的 如果你听到的内容 如果你领受到的意念 是和圣经有违反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 第三 我们要问一些问题 我们有领受 有个人得着的时候 我们源源意 将自己的生命 服在圣经的权威之下 圣经在我们身上有权柄 神在我们身上有最高的权柄 神用他的说话 教导我们 什么是最高的权柄 我们会不会有时候 追求了自己属于的经历 这件事是发生在现代的 因为有些教会会教导 我们基督徒要追求超自然的经历 我们基督徒要追求 自己听到圣灵的声音 听到神的声音 但是往往是 那些声音 不能分辨在真灵的 但是他们要将这些听到的东西 放在圣经的权威之下 第四 我们所听到的 其实是我们自己想听的声音 有些大英姊妹可能心里面说 神啊 我很想做教师 神啊 我很想做港道的人 神啊 我很想做传道人 甚至乎 所以传道人写得蒙照见证 要很小心的 教会决定知不支持 这个神学生他读书 要很小心的 要帮他分辨 是不是真的神叫他去做 有时候我们只要是 自己想听到自己想听的声音 可能神不是跟我们说 神不是想我们这么想 但是 啊 神啊 我很想做教师 然后我祈祷你面 神就说 好了你去吧 我爱你 哇 听到神肯定我去做 但是其实可能只是我们心里面 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魔鬼在旷野里面 和耶稣试探的时候 魔鬼用什么的言语 是用圣经的 但是当然它是曲解圣经 甚至乎呢 所以更加重要 为什么要小心学习圣经 小心 一步一章一节去看 整个段落 整个卷书 从神学的角度去看 去看我们解释圣经的方法 有没有错误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曲解圣经 好像魔鬼那样 断章脆意出来 就成为了我们自己的帮助 这个不是神想要我听到的 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警醒 我们将领受所听到的 都放在圣经下面 由神的说话去引证我们 是不是听得正确 如果是的话 神会帮助我们去明白 如果不是的话 当我们愿意谦卑下来 伏在圣经权威之下 神会使我们知道 我们听得不正确 如果弟兄姊妹 我们有不明白的地方 很简单 我们在团契里面 查经里面 或者在聚会里面 你来到牧师 来到传道面前问 我最近好像听到这件事 但是帮助我们明白 我听的是否真正真确 然后一起去祷告 一起去察验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 愿意这两节经文 成为我们的提升和帮助 今天我们去看诗篇十九篇 一至十四节 我们在这些诗篇里面 大卫从三个方面 去让人认识到神的启示 神的启示 透过神写给我们的圣经 和我们说什么是他的启示 今天我们从三方面去认识到 原来神在圣经里面 有足够完整权威性的启示 好让我们当我们再一次 继续去认识圣经的时候 我们知道原来真的要认真看待 要小心去读 还有圣经帮助我们明白 这位上帝更多更深 第一节目一起打开我们圣经 诗篇十九篇 我们一至十四节 一次过读出来 这篇是大卫的诗 《教育宁长》第一节 朱天述说神的荣耀 穷仓传扬他的手段 这日到哪日发出言语 这夜到哪夜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 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亮带通遍天下 他的言语传到地境 人在期间为太阳安設障目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 越入如勇士欢言奔劳 他从天这边出来 要到天那边 没有一物被隐藏 不得他的热气 耶和华的律法传备 能骚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 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 传道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 传言公义 都比金子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 比物甘甜 且比风房下的的物甘甜 广且你的博人因此受警戒 守着这声便有大响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 愿你赦免我隐而未见的过错 求你难助博人 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不容这罪 核制我 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耶和华 我的盆石 我的救赎主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月纳 好美丽的诗篇 这篇诗里面分为三部分去看 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六节 是神普遍的启示 神普遍的启示 一至六节 然后我们去看七至十一节 神得树的启示 七至十一节 神得树的启示 然后最后十二至十四节 我们看大卫的祷告 我都盼望最后这个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 大卫如何祈祷 面对神的启示 哇,很精彩、很美丽 但是自己如何实践出来 他这样的祷告 圣经里面形容神启示有两个方面 因为我们不能看到 我们从整个结构 很容易分到上和下 一至六节 神普遍的启示 说到是说什么 创造的界别 说到述说神的荣耀 大卫用太阳做一个比主义的比喻 这个是自然界的语言 七至十一节 你会看到 用什么做主线 七至十一节 你会看到 听到耶和华的律法 法道 分词 命令等等 是有关神的说话 从自然界的东西 很细致去看神的说话 和说到人有什么影响 使得人怎么样 使得人又怎么样 最后呢 十二至十四节 看到祷告 如何求神帮助他 从圣经里面 省察自己 如果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 细心的弟兄姊妹 可能会发现一个 有些少不同的地方 我们做些少比较 我们两个大段落 自然界和神的说话 段落 两个段落 第一节和第七节 都是用神做开头的 是不是 有神在 神主天说说 神的荣耀 第七节里面 怎么开头 耶和华的律法传备 但是你会细心留意到 跟神 神的称呼 有两个不同 是不是 一个是神 一个是耶和华 这些不同 是有意思的 一开始 如果私人用这个神 去形容这位上帝的时候 其实强调他是 独一的真神 他是那位 所有东西都是 在他控制里面的神 他主权的神 是有权并的 是大能的 是最尊贵的 那位上帝 而去到耶和华的时候 如果大家少少有 依稀印象 耶和华的名字的意思的时候 耶和华是说 每当提到这个名字 就是神与人 纳约的时候 向人启示的自己名字 强调 这位上帝是 与人纳约的上帝 是和人有亲密 关系的上帝 所以我们要读经的时候 如果我们每次读到 耶和华的名字 我在这里说的是很 个人的 很亲密的关系 我们首先可以看第一部分 一字六字 神普遍的启示 在第一节的开头 他说 朱天说说神的荣耀 穷仓全阳 他的手段 这位独一 大能 满有威荣的上帝 他怎样让人认识他的存在 是什么 从他创造的朱天 太阳月亮 生寿一切地上 受造之物 在这里第一节里面 朱天 和穷仓是同一个字 同意的 它是创世纪一章 都有用到的字 所以令我们 湖仓岛创世纪第一章 讲的是什么 谁创造这个天地 起初 神创造天地 圣经一开始就跟你说 起初 神创造天地 有个神 自有永有 从无道有去创造这个天地 然后 有个动词 朱天 朱说 朱说这个字 不是一次性的术说 意思在原文里面 不是说在过往 历史某个时刻 或者在时间开始的时候 去术说 不是或者不是大卫 诺不写诗的那一刻 其实在原文里面 有个意思 这个术说是持续性的术说 就是说 由什么时候开始讲起 由万物受造的时候 开始讲 讲了六千年 因为圣经跟我们讲 世界历史 这个地球的岁数是六千年 六千年到今天 都仍然是术说着神的荣耀 我不知道 弟兄姊妹 过往两天 山上有些雨 所以你开车过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见到 山上多一些小小雪 今天都跟我们讲 神的创造的伟大和美丽 你就知道 三月开始 四月开始 就是加州的花柜 是不是 神透过雪山 又透过很美丽的花 跟我们讲 他的荣耀在里面 彰显的问题 术说的对象是荣耀 荣耀在原文里面 是讲的重量 很重要的意思 很独特的意思 但是神的荣耀 其实是很难用人的说话 去形容的 你想想 很难的 因为神这么伟大 这么光明 让人没有什么可以说到 让人没有言语 可以清楚表达 神的荣耀 无可比较 但是一件事 就是当人 看到神的荣耀 其实我们被神的荣耀 吸引的时候 我们要有回应 就是透过敬拜他 歌颂他 归荣耀给他 去承认 去敬拜这位 独一的创造主 所以邓姐妹 今天神的荣耀 跟我们讲的时候 跟我们仍然讲 这位的创造主 他仍然很想 跟我们认识他 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 仍然很想 透过我们 去跟人分享 这个世界 是一位创造主 然后受造之物 都是讲述 传扬 神用他的双手的事 但这很有趣 如果我们细心 看圣经的时候 创造第一章里面 神用什么 去创造世界 神用他的说话 用他的说话 但为了用一个手 为什么会用手 这个比喻 其实这是一个比喻 但是用人的角度 去形容 比喻 神手做的工 因为很多时候 人是用双手 去创造一些东西 或者去造成一些事情 他用人的角度 说 神手做的工 很美丽 但是 其实他最主要 用这个比喻的原因 是说 我们要看这个工作 这个创造背后 有一位主 所以这是比喻 但是第一节里面 单身第一节 很丰富和我们说 所有的受造之物 都是反照出神的荣耀 叫我们知道 叫我们认识到 有一位 这么威荣 独一的创造主 然后我们看第二 第四节 第二第四节 这一到哪日发出言语 这一到哪夜 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 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两大通遍天下 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今天跟我们说 神的荣耀 神的知识 是 这一到哪日 这一到哪夜 这个其实是形容着 重复又重复 没有断住过 就是说 述说不是一次性的意思 不断重复 不断重复 而经文第二节里面 说发出 发出我们在中文里面看 有一个源头 有源头才可以发出 所以我们知道 这些源头是来自于神 但原来在原文里面 有一个更加丰富的意思 发出的意思就是 好像河流里面 泛滥 不断出来 不断出来 大家有没有见过 河流泛滥吗 河道很多水 很快 但是装不住的时候 那些泛滥就会涌出来涌出来 就是说神的荣耀是不断发出来 不断涌出来 是根本不间断地让人看到 传出知识 知识这些字是很特别的 他说 我们对知识的理解是说 可能有些资讯 可能被我们学习到 原来在第四世纪里面 当时的教会领袖要将圣经翻译做 他们当时在讲拉丁文 他们要翻译成拉丁文的时候 知识不是英文的knowledge 他用一个字叫做 现代英文里面就变成了什么 science 就是说原来真正的science 是有关神的知识 是帮助到人认识神的 因为圣经跟我们说 神是知识的来源 所有真正的知识 必然让人看见神的存在 如果当我们细心留意的时候 第二第三节有一个很特别的转变 第二节里面说 发出言语 有言语 但第三节却是怎么样 无言无语 看到这个转变吗 大家 这个转变是很有趣的 因为第二节当历节讲到 言语和知识是一起去看 整个创造都是在讲 言说有关神的知识 他们好像在讲东西一样 但第三节它是在讲 其实看下去好像 不能够合在一起去看 但其实第三节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定 整个画面在形容 其实就算在创造里面 真的好像在讲神的荣耀 但想真一点 其实是不能够用人的言语 声音去准确地 讲完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 因为对比无言无语 接下来第七节十一节就是说 神就用一些特殊 用人能够听得明理解到的言语 去启示他自己 第四节我们看 那句话说 量大通遍天下 言语传到地极 这两句是说 整个启示延伸 量大是measurement 量大是用来量度事情 但是它的量度是去到天下 去到地极 就是最远最远最远的地方 神的荣耀 都是当中的去彰显 整个受造界别 没有地方看不到神的创造 然后我们看第四节 第四节的下半部分 去第六节 神在期间为太阳安切障礙 太阳如同新浪出洞房 由于勇士欢然奔劳 他从天这边出来 要到天那边 没有一物被隐藏 不得他的热气 这两节半经文就是说 整个自然界 整个太阳 在讲那种的力量很厉害 这个太阳很有力量的 因为在日头里面 它的力量大过 它的光芒掩盖了星星和月亮 甚至太阳使得气温 使得天气也有变化 所以我们日头会很热 晚上怎么样 我们会很冷的 太阳里面使得天气有变化 晚上太阳好像是在帐篷里面 躲起来的 但日头出来的时候 就有力量在自己的帐篷出来 使得大地都感受到 它的热气 可能我们会问 为什么要用 在第五字里面用新浪 用勇士这个比喻 原来在当时古近东的文化里面 有很多民族 他们会敬拜太阳 在新约的年代都有 大家知不知道希腊有个神 是太阳的神明 叫做阿波罗 当时的人很喜欢敬拜 什么都敬拜 其中一个经常被人敬拜 对象就是太阳 但是我们留意 圣经如何回应这些敬拜 你看看第四节写什么 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舍 谁是真正的那个神 上帝 太阳只是受造之物 是他给他安置的 他没有能力控制 所以圣经给我们正确的眼光 我们要在圣经里面 原来神这样去看事物 当外面很多人用太阳去做敬拜 对象的时候 神是不是这样看呢 不是的 然后第六节 一个意思就是说 原来神整个普遍的启示 所有地方都感受到 全地都看到 你去不同地方浏览的时候 你去不同的公园看到 神的创造很美丽 每个地方都看到 所以有一物被隐藏 不得他的意气 那个太阳意气 去到每个地方都有 正如神的荣耀 在受造界里面 每一个地方都看到 等等我们花了些时间 去看一至六节 神普遍的启示 在大自然里面启示 我们接着去看 七至十一节 神得数的启示 今天的时间 我会去到第七节 我就会停下来 因为中间有很多字 很值得大家去记得解释 我都很想不想错过 我不想很快飞过所有解释就完 但我们看一件事 第七至九节 刚才我们读过 但为了一个转变的 由普遍大自然启示 转到特殊 清楚 完全 存备 启示 就是神的说话 神的说话 我刚才说 一再强调 耶和华 耶和华 是神是和人立约的关系里面 先和人说 他的心意是什么 神可以选择不和我们立约 神可以选择不爱人 神可以选择任凭我们 得不到正确的指引 但神爱我们 神想拯救我们 使我们 藉着圣经 明白他的心意 我们看到第七至第九节里面 连续六句的诗句 格式文化很相似 六个有关神话语的词汇 然后有六个的功效 我们会一一去细心看 今天我们看头的两对 第七节 耶和华的律法传备 能骚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律法 我们听到律法 我们很害怕 第一节目 我是律法 是什么 Torah 是什么 基督徒是不是要守律法 有些人 我们有时分享 和微信主人传福音 有时面对问题 信主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守很多戒条 可能我们未信主之前 都会这么想 但原来 哇 律法的意思 不是我们所想的意思 因为你说 不是啊 我看律法的时候 圣经也很清楚说过 保罗不是反对律法的吗 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而是在恩典之下 然后如果你看加泰书第三章的话 整个经文 都是说着 保罗是好像反对律法 因为他很强调 因为信心 清义 因为信心 基督徒能够得救 但保罗自己怎么说呢 加泰书三章二十一节 人家问到 律法和恩典是否反对 保罗说什么 其实不是的 因为他在三章二十四节 有解释 律法是我们 分蒙的师父 引我们去基督那里 使我们恩信 清义 律法有它的功用 但基督徒为什么要学习呢 原来在原文里面 律法 Torah 这个字 意思是instructions instructions 指引我们 所以律法 其实真正的意思 不是我们心里面 所认知的 守同不守的认知 因为事实上 耶稣在马太福音 五章十八节里面 说 他说 就算是到天地都废墟 律法是怎么样 一点 一画 也不能废墟 都要成全 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理解 律法是要来守的时候 耶稣说这句 我们就很害怕了 基督徒要守律法的 没得避 但是 耶稣在说成全什么 其实所有律法都指向 耶稣基督他自己 因为那时候 犹太人理解 什么叫律法 大卫写下去的时候 在他写的时候 什么是律法 在说摩西五经 摩西五经 我们说 解释是什么 instructions 所以所谓摩西五经 是不是全部是律法呢 还是有些指引要给我们呢 没错 我们会说 摩西五经里面 是有律法的部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圣经的时候 摩西五经 不是全部都关于律法 第一 创世记 创世记是什么 神的见证 神和摩西自己说 这个世界是怎样来 然后人发生什么事 这个世界是他所做的 人犯罪堕落 但是神已经预备好救恩给他们 指引他们 找到神 就有永生 找到神就有生命 接着创世记说到神与人纳约 要全世界的人 从阿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得到福气 弟兄姊妹 你知道什么圣经里面 最后是哪一个 使得万民得福 哪一个阿伯拉罕的子孙 后裔使得万民得福 耶稣基督 这是创世记 出埃合记 出埃合记除了十介 十介是律法 但是还有关于出埃及的事 神的拯救如如节 祂的羔羊 哪一个是愚者羔羊 耶稣基督 你还没记得 哇 你还没记得很多是律法 是 是祭司的法典 以色列宪制应该怎么做 但是 你听节目 你知道哪一个是我们 最大的赎罪 就是一次过完成 还有哪一个是我们的大祭司 主耶稣 文素记 旷野四十年的经历 看到以色列 起起落 起起跌跌 受到试探 胜得过试探 结果整代人 都要在旷野里面死亡 等于我们知道 哪一个人 在旷野里面四十日 胜过所有试探 令到相信他的人 可以进入英海之地 我们将来的英海之地 知道是谁 主耶稣 生命记 新一代以色列人 他要入加尼里之前 要学习 如何敬拜 顺服神 过合神心意的生活 生命记 说到 神要兴起 一个比摩西 更伟大的先知 弟兄姊妹 哪一个在地上 完全顺服神 过合神心意的生活 过圣记的生活 是那个 更伟大的先知 主耶稣 摩西的律法 instructions 使得我们 看见主耶稣 所以整个律法 在主耶稣身上 成全了 律法是我们 分盟的师父 引领我们 去基督那里 是这个意思 所以现在 我们要不要 学习神的律法 要 是我们的指引 但是我们知道 不是因为 我们守律法 去得救 而是因为 我们已经 在基督里面重生 我们戴上 正确的眼镜 知道怎样的角度 去看的时候 看到律法 原来对我们 有没有益处 有 所以弟兄姊妹 做一下宣传时间 下一季主耶学 第三个礼拜开始 我们有新的题目 就是从创世记里面 看原生家庭 创世记里面 看家庭 很多家庭的事 我们学习到 怎么看我们原生家庭 神经眼光 怎么看我们的家庭 因为你发觉 原来我们现代人 面对很多家庭的事情 是不是 我们的出世 我们跟弟兄姊妹的相处 我们跟兄弟姊妹的相处 我们跟我们父母的相处 或者我们作父母的时候 很多问题 甚至婚姻等等 创世记里面 有很多记载的 创世记里面有很多记载的 创世记怎么跟我们说话 怎么提醒我们 怎么成为我们的instructions 讲了很多什么是律法 圣经里面 形容律法是传备 神的律法 神的指引是传备 perfect complete 完整 全部 从神以来 只有神才可以给完美 传备的指引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不用担心 神给我们的不足够 是足够有余 所以弟兄姊妹 为什么他经常在茶经 信任班里面提醒 我们读圣经要怎么读的 读完再读 是不是 不断重复去读 可能你今个礼拜 我参与牧师的茶经班 那段经文我听过 但是你每次读的时候 都会怎么样 有新的发现 因为我们不完美 我们不够完美 我们犯罪 我们有缺陷 但是神的律法是完美 使我们看到我们自己 原来仍然有进步成这样的地方 读经不是说 我们读过一次 两次三次就足够 一个认真读经的人 每日打开圣经的时候 祈祷受神给他亮光 就会看到神话语 给我们有智慧 给我们更有智慧 使我们更加谦卑 看到神的伟大 使我们自己看到 我们的卑微 我们的微小 我们唯有开放自己 给神的说话去改正提醒 改变指引我们的生命 一个谦卑人读经 是这样看的 以和的律法传备 苏醒人心 苏醒人心 是一个很重要的动词 那意思是说 带他回来 使人改变过来 苏醒在沉睡里面 看见事情的真相 人原本是向着一个方向去走 但苏醒就是被爱来的力量 去改变它 拉它回来 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如果不是 走错道路 越走越远 最终只会是灭亡 一个结局 但这个改变必须要是外来的力量 因为人的软弱 人没有办法 使得自己看见真正的事 唯有神 从天上来的力量 神的介入 使得我们知道 什么是正确 所以圣经很重要 对我们来说 离开行恶 提醒我们 不要犯罪 回到神那里 如果我们思想一下 糟了 人的心没有神会怎么样 没有爱着的提醒 没有从神以流的提醒 我们会变成怎么样 大家姐妹 我做个比喻 你有没有试过 很有爱心来提醒别人 有 如果你没有试过提醒别人 你也很没有爱心 但是你有没有试过提醒别人 我下一个问题就问 容易不容易 如果你说容易 我想可能你的提醒 都未必是好的提醒 从人来的提醒 你见到他 他真的行错了 做得不好的时候 都是爱做的力量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常常的爱心提醒 人家未必接受的 力量不足够 人的心就是这样 扭坏 被罪纏扰住 但是只有真正在神的律法面前 神的教导指引面前 真正的离开到罪 真正的回到神的身边 离开自己的罪 离开走错的路 甚至乎 甚至乎 等于每一段时候 可能我们自己都被提醒的 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年的漏杂 很多年的一些罪 隐而未见的罪 很多年前扰着我们 我们都发觉 改变不了 或者我们都没有心去改变 但是不是的 就算走很多年也好 你觉得回头很难也好 或者你觉得 原来要离开一件事 代价很大也好 是值得的 因为神的心意是 从圣经里面 要我们看到 行正路的重要性 那条路虽然是窄路 但是却是 使我们能够有真正生命 去到神的那条路 神会给我们力量 神会给我们这份 这么特别的力量 第七节 下半部分 耶和华的法道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什么叫法道 如果有英文圣经 你就看到分别在哪里 英文里面叫testimony testimony 就是见证的意思 什么是见证 你开车的时候 有没有见过车祸的发生 我知道当中 可能我们有经历过 但是我问 有没有见证过车祸的发生 可能有 看着他怎么撞到别人的尾 看着他怎么反转了车 然后可能你会 你见证到这件事 可能警察知道你 就会传召你做证人的意思 做证人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你要在场 亲眼见到这件事发生 你才合资格成为证人 你不可以在新闻里面 你不可以从亲闻听到这件事发生 你去做证人 不行 你一定要亲自在现场 什么是神的见证 神的见证就是说 神亲自 见证他 如何创造 如何创造我们 人如何犯罪堕落 人如何在犯罪堕落里面 需要神的恩典 神如何拣选以色列文 是神自己去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见证人 伟大的一个上帝 两人之妹 所以很重要的 我们之前去学过圣经 神在创世之前 拣选我们 使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 相信耶稣敬拜主 这是神自己的见证 最有力的见证 他跟我们见证 他说 在他的永恒计划里面 末世基督会再临 有很多事件 末世发生 今早牧师的讲道里面 又说起 我们经常 最近一件大事发生 在欧洲 东欧里打了很多仗 这些仙兆全会跟你说 指向神的见证 是真实的 然后神的见证 圣经里面是确定 Sure 或者一个字 大家会明白的 Amen Amen意思是什么 大家知不知道 祈祷你 我说Amen 是不是 Money Money Home 不是的 我们心里面 诚心所愿 是真实的 我们祈祷 是真实的意思 我们不是说 因为祈愿 Amen 然后就靈 千万不要 要不然我们就觉得 不说Amen 不灵了 不是 跟神说Amen 我们祈祷 是真心成愿 如此的相信 求你谁听 所以他说 确定的意思 就是说 神的见证 是实在的 是正确的 不会有错误的意思 然后这个见证 那种确定 经文我们说 使愚人有智慧 兄姊姊姊 你们要不要智慧 首先我们要承认 我们是愚人 容易吗 有些人说 不是的 我很聪明 不需要有智慧 就得不到 谦卑承认 我们有需要 上帝我们是愚人 使我们有智慧 这个智慧 不是说古人传统智慧 孔子说过 哪位哪位又 孟子又说过 不是说那种智慧 不是我们所想人间的智慧 阿里士多德 或者柏拉圖 那些很有智慧 大师说的东西 很有说话 实在太有智慧了 不是 这个智慧是说神的智慧 让人 这个神的智慧 让人明白到 如何使神的眼光 看事物 要如何去思想 如何方法 去认识神的事物 去如何看 自己经历的一切事 和人 等等 第一节目有的时候 我们人生经历多了 有人很喜欢回想自己人生的 都会吧 我在某个年纪时经历了什么事 我在那个时间里面经历了什么事 我在过去五年前经历了什么事 原来会的 虽然我这个年纪 都没去到很年轻 也都没去到成熟 但我发觉原来 当人多经历 有时候 夜晚 休息的时候 都很喜欢想起 自己以前的事 我年轻的时候 我五年前如果做了一个决定 都会的 人不会喜欢想的 但问题就是 我们想这些过往的事 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用神的智慧 去看这些事 还是还是我们沉醉于 在自己的风光 我们的 自己的伟大 我们自己achieve到的事 不是风光的历史这么简单 而是神的智慧 看着我们 在我们的经历 那些历史里面 在风浪里面 神怎么样 跟我们同行 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智慧 和眼光 我们只会看到 彼得很勇敢跳下水 走了两步 然后 哇 圣角风浪 但如果我们有神的眼光 我们看到 在最危难的时候 是耶稣拯救了他 最特别的是 彼得亲自经历耶稣 亲手拉他上来 然后看到自己的软弱 这个是用神的眼光 去看我们自己的经历 那个意义 所以圣经是神的见证 圣经是说 这个神永远都是在这里 见证着这件事 神在你的人生 在我的人生 在所有的事上面 都在见证着 有他的美意 他是在见证着你的高高低低 同时都见证着 都是与你同行着的 但我们说 我们愿不愿意 主我们实在没有这样的智慧 我们是愚人 帮助我们 有智慧看到神的心意 帮助我们 从这些角度去看 但是我想说 神在什么 透过什么的方法 和我们说 他的智慧 圣经 所以最后 当我们这样 祈祷的时候 神已经很好 回复了我们 答着我们 答案在圣经里面 我们今天 看到第七节 我们下次会再看 第八至第十节 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有几样东西 我希望大家会记住 第一 圣经成为正典之后 你不难听到的 历史里面 为今天 尚尚受到攻击 甚至乎 我们会听到 圣经的启示 不是权威 人可以有更加高的领受 小心留意 第二 圣经跟我们说 今天我们很简单看了 神的启示有两种 普遍的启示 从大自然来的 第二 达树启示 神以人明白的方式和语言 以文字记录下来 就是我们的圣经 不再有任何事 超越圣经 不再在圣经以外 有达树的启示 直到我们在天国里面 神会完全跟你说 哇 发生什么事 在天国里面才有 第三样东西 我们学习到 神的律法 神的instruction 神的发道 神的见证 这个意思 是给我们 莫大的逆处给我们 所以 很有趣的 圣经鼓励我们 我们要继续学习圣经 当我们继续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又被鼓励 继续学习圣经 就是这样 好吗 我们弟兄姊妹 讲了没有 好好珍惜教会里面 有学习圣经的机会 如果你有去过其他教会 好好珍惜 珍诚 爱大家的牧者 真心 按着圣经 按着正义分解圣经的教导 因为你知道 不容易 第一 可能你在某些地方 你知道 他们不可以自由地去看圣经 甚至在那些地方 家里面有本圣经 就是犯法 对吗 如果你听过牧师 他们一家的见证 你知道 你知道 在这些国家里面 你家里有圣经 你要全家都要 真的要诸九族 第二 你知道 很多教会的教导 不是按着圣经教的 讲完一段经文 然后他就 去讲自己的东西 他就讲自己的见解 人的智慧 自己的见证 或者喜欢抽一些 好的话去听 不是每一个牧者 都愿意这样去做 第三 没有一个年代 比我们这个年代 更加容易有一本圣经 对吗 就算我们没有实体的圣经 我们都知道 可以下转一个APP 去看圣经 我们没有理由懒惰了 你再懒惰的 我跟你说 现在的APP先进到 你按那张那字 你再按个play 就读出来给大家听 没有一个藉口 让我们再懒惰 你说 好忙 下转一个MP3 或者装一个APP 开车的时候听圣经 都是很好 很有趣啊 当我们越读圣经越明白圣经的时候 圣经就鼓励我们继续读圣经 弟兄姊妹 教会有很多时间 和大家分享圣经 要好好珍惜 我们一起来 好吗 教会上帝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知道 在末世里面 很多的假教师 假先知 要去迷惑人的心 要去传他们自己的福音 传别意的福音 有些人要攻击圣经 但是主要我们作为一个认讯 圣经是神的权威的群体 帮助我们明白圣经是什么 帮助我们珍惜我们学习圣经的机会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自由 这个资源 都是很充足 但是我们的心是软弱 帮助我们 也帮助我们看到 一步一步去看圣经 原来就是这样的意思的时候 神你对我们的说话 你要我们去做什么 都是完完整整 在圣经里面的时候 帮助我们活出这份心意 主 让我们认识知道 你的心意 让我们有谦卑的心 去听你对我们的说话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献上一个祷告 奉耶稣明治 感谢主日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思想诗篇第十九篇 大家知不知道有一首歌的 The Law of the Lord is Perfect 谁人懂得唱啊 The Law of the Lord is Perfect Converting the soul The testimony of the Lord is sure Making wise the simple More to be desired They then go Then they must find gold Sweeter also than honey And the honeycomb The statues of the Lord are right Rejoicing the heart The commandments of the Lord is pure And light in the eyes More to be desired They then go Yeah then much find gold Sweeter also than honey Sweeter also than honey And the honeycomb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clean And during forever The judgments of the Lord are true And righteous altogether More to be desired More to be desired They then go And yes then much find gold Sweeter also than honey And the honeycomb Come home Good Swe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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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感谢主 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一起唱啊 一起唱啊 太兄姊妹 我们以下一起要来到守主的圣餐 早期教会呢 是天天都守圣餐的 天天 他们就是纪念主 求主帮助我们 使用我们试事 思想我们救恩的根源 我们今天罪得赦免 成为神的儿女 被神清义 与神和好 我们有明天的盼望 我们不是因为建立在教约的上面 不是因为我们守存了神的律法 律法神请是叫人知罪 律法是叫人知道 我需要神的怜悯 神的慈爱 感谢主 耶稣基督来了 就与我们立立新约 在这个新约里面的 新约的内容是什么呢 新约的内容 就是神永远的爱爱我们 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在新约的内容 不再是用荣高的血 乃是用耶稣基督的补血 耶稣说 他用自己的血 来与我们立新约 他为我们流血 使我们的罪得忘赦免 耶稣仲和我们说 他为我们守着这个圣参 从今以后不再学这个杯 直到在天上的神的角度 与我们学新的日子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每一次守圣参的时候 我们要纪念主 就是主爱我们 祂与我们立新约 因为旧约 我们守不住 没有办法守 所以祂用一个很简单的 是叫我们相信祂 是接受祂 我们感谢主 以下我们请Thomas大兄到前面来 他未分派这个圣参之前 先带来我们为这个饼 来感谢主 祂与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 不是你因为拜上你的身体 为我们一切的罪 你会献上你自己的手 我们今天仍然是一个罪人 我们仍然没有办法 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 也仍然没有办法能够得到 主你属天那种的喜乐和恩赐 甚至是我们有一个确据 我们将来会见到主你 主是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 让你的身体 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地 去体会到主你那个摆上的时候 我们也都要学校 让我们人的生命 就想将起你的生命一半 愿主来越纳 对我们每一个人 对你的刑讯 让你的身体成为我们 建立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渠道 帮助我们 更活得像主 更在你的生命上面 做就自己 更做就别人 愿我们今天祈祷 奉主耶稣 收集六命祈求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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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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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因为这就是主耶稣的补血 令到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是你父想在十字架上钉死 每一滴血都是为我们流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 主,让你自己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建立我们更加的吉祥你 让你自己的补血 能够再一次的洗敌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对你的罪 以及对神你自己的不信不信服 愿意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离开罪恶 让你的补血 让我们又结症我们的时候成为结白如雪 能够为你所越纳 为你所接纳 让主你的生命再一次的补血 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更加的成为你中心的信徒 主要求你亲自越纳 你所有一切 对你的祷告 让主你要得着你的荣耀 因为你胜过一切 你胜过这个世界 也都让我们能够 每一个罪人都回到你的当中 我们祈祷交托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命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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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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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